欢迎你收看安琪TV的十架的火焰系列 愿神在主耶稣基督里继续地赐福于你 在上几回的节目当中我们所谈的课题是尾身 我们在生命的当中都有一些的尾身 要是生命当中缺乏了尾身 我们就无法完成生命当中 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些愿景或者是梦想 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里头 我们都把我们的心委托给神 我们正在探讨的课题就是尾身的人的特征 让我们复习一下 第一个特征就是尾身的人他们可慕认识神 并且可慕与神团契 第二个特征是尾身的人以神为乐 尾身的人第三个特征是他们倚靠神 当我们谈到倚靠神的时候 第一方面就是倚靠神的带领 第二方面是倚靠神的帮助 第三方面是倚靠神的救恩 尾身的人的第四个特征是寻求神的旨意 寻求神的旨意呢第一方面是通过神的话语 第二方面是透过神圣的启示来寻求神的旨意 尾身的人的第五个特点呢就是顺从神 他们无论在任何的患难或者是困难当中仍然顺从神 第二方面就是即使面对死亡 他们还是顺从神 尾身的人的第六个特征呢就是 常在主的里面 当我们谈到常在神里面的意思呢 就是在神的里面支取力量 在诗篇八十四篇第四到第七节 诗篇八十四篇第四到第七节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 他们仍要赞美你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 这人变为有福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并有秋雨之符 盖满了全谷 他们行走 利上加利 个人到西安朝见神 是的 当我们常在神的里面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里面支取力量 当我们谈到常在神里面的意思呢 也是要被圣灵充满 当我们看整本的圣经 从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圣经 神常常用那些被神的灵 所充满的人 圣灵呢 也常常在那些尾身的人的身上呢 有所作为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 《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五节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司提凡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司提凡是一个大有信心 并且被圣灵充满的人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些被神大大使用的 食女或者是神的仆人 他们都是被圣灵充满的 伟生的人的第七个特征是 他们行在公义中 在《罗马书》第六章十二到十八节 保罗说到如何行在公义中 保罗说到如何行在公义中 罗马书第六章 十二到十八节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 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成义。 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 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给罪,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 保罗在这里鼓励我们要行在义中,千万不要把自己成为罪和私欲的奴仆。 作为一个尾身的人,我们的渴慕呢,就是要行在公义中。 因为主耶稣说,在末日的时候呢,人心中的恶念将会显示出来。 在末日的时候呢,人会把对的事情说成是错的,把错的事情呢,反倒说成是对的。 一个尾身的人,他会行在公义的当中,也就是说呢,他不会行在罪里头。 在诗篇十七篇第三节,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练我,却找不着什么。 我历史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呢,我们求神来检查我们的心,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义的事。 诗人,他说,当神他试验我,熬练我的时候呢,却找不着什么,也就是找不着任何的罪恶。 如果你犯了任何的罪,赶快地跑到神的面前,对神说,神啊,我犯罪了,求你赦免我的罪,神必赦免。 我们还得要恨恨罪和畏罪来忧伤。 在以西节书第九章第四节, 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赠之事,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 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呢,神叫以西节,要把记号写在那些曾经犯罪的人的额上。 正如真言第八章十三节对我们的劝勉。 The fear of the Lord is to hate evil, pride and arrogance in the evil way, and the perverted mouth I hate。 真言第八章十三节, 尽为耶和华在乎恨物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物。 As committed people, we are people who hate sin and grieve by sin and walk in the fear of the Lord. 作为一个尾身的人呢,我们会恨物罪,不行在罪中,也会为着罪来忧伤,同时呢,我们会带着敬畏神的心。 一个尾身的人不单只会恨物罪,而且呢,他也会活在新生命里头。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 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们要丢弃生命当中一切成就的事情,然后靠着耶稣所赐我们的新生命呢,做一个新造的人,过新生的生活。 当我们讲到新生命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要结出这些属灵的果子,好让新的属灵的纪律呢,来约束我们的生命。 加勒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加勒太书第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圣灵所接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伟生的人的第八个特征呢,就是他们会开始服侍神。 凡是伟生于神的人,很自然地他们就愿意去服侍神。 正如我们在约束亚生命当中所看到的, 约束亚纪二十四章十五节, 约束亚纪二十四章十五节, 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 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 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 是你们所住这一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根据这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到约束亚是一个伟生于神的人。 很多年以前,我记得神对我和我太太说话,要我们去宣教。 那个时候,我太太还在工作。 当我和她分享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我的太太立刻说,既然是神的指示, 那么我立刻辞职跟着你到宣教的工厂去。 我们为着神带领我们的道路直到今天呢, 我们要献上一切的感谢和赞美。 当我们谈到服侍神的时候, 我们的动机要正确。 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是不计较任何这种的财富, 或者是金钱上的这种的利益。 很多人他们服侍神是因为他们会得到金钱上的利益。 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提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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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林多前书第9章16到18节 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 因为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 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 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 叫人不花钱得福音 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并不计较 他在经济上的任何困难 他仍然伪身于神 要把神托付他的福音传扬出去 当我们谈到服侍神的时候呢 我们也无视于所遭遇到的 任何的患难或者是困难 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呢 我们看到他选择与以色列民同在 而不愿意当埃及的王子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 by faith Moses when he become of age refused to be called the son of Pharaoh's daughter choosing rather to suffer affliction with the people of God than to enjoy the passing pleasures of sin esteeming the approach of Christ great riches than the treasures in Egypt for he looked to the reward but by faith he forsook Egypt not fearing the wrath of the king for he endured and seeing him who is invisible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 法老女儿之子 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 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 不怕亡怒 因为他恒心忍耐 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 在这段的经文里头呢 我们看到摩西 他不愿意享受 在埃及的罪中之乐 而选择呢 与神的百姓一同的受苦害 因为他知道 他所得到的赏赐呢 将会比他在埃及 所得到的一切的财富 还要更加的丰富 我们要看的另外一个人 就是以赛亚 以赛亚先知呢 向着那些的百姓 违背神 不愿意听从神的百姓说话 他这样做 那是因为他委身于神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 而他说 他说 去说这些人 keep on hearing but do not understand keep on seeing but do not perceive make the hearts of these people dull and their ears heavy and they shut their eyes lest they see with their eyes and hear with their ears and understand with their heart and return and be healed and he said behold how long and he answered until the city was laid waste and without inhabitants the houses are without a man the land is utterly desolate 以赛亚书第六章九到十一节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 看是要看见 却不晓得 要使这百姓 心蒙之油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 恐怕眼睛看见 耳朵听见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变得一致 我就说 主啊 这到几时为止呢 他说 直到城邑荒凉 无人居住 房屋空闲无人 地土极其荒凉 在这里我们看到 当以赛亚向以色列的百姓 说话的时候呢 他遇到了极大的拦阻 不过他还是 尾声于神 去传扬神的话 在传扬神的话这方面 他非常的忠心 因着神对他所说的话 所以他尾声到底 我的祷告是 我的祷告是 我们都能够像以色列的一样 我们能够站立起来 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 或者是患难的时候 我们仍然委身于神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这时候 奉耶稣的名祷告 当我们看摩西和以色列的生命 我们看到摩西宁 宁愿与神的百姓 同受苦害 也不愿意暂时地享受 最终之乐 主啊我也祷告 让我们像以色列一样 即使是向着硬心的百姓 来传扬你的话 他仍然是尾声到底 主啊赐给我们 这两位先知的这种的特质 无论你把我们摆在任何的境况 我们对你都是尾声到底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 引领我们 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而求 阿们 愿神继续地赐福于你 让你能够继续地在神的里面 站立起来 让你看到你所信的神是信实的 让我们委身于神 正如我们在圣经里面 所看到神所使用的仆人和使女 我相信当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呢 神已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 做了极大极美好的事 请你写信告诉我们 好让我们能够为你祷告 May God bless you 愿神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